1997年,25岁的宁静嫁给美国演员保罗 第一次见公婆时,婆婆说 我们家有5000亩地,还有不少存款 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宁静直言,我想要一套房 公婆瞬间傻眼 接下来说的话,让宁静无比尴尬 宁静 1972年,宁静出生在贵州贵阳 从小就喜欢文艺 学过美术,也学过舞蹈 大专毕业后去模特进修班 进修了一年,成为了一名模特 1990年,宁静获导演庄宏盛尚时 出演了第一部电影 正式踏入了娱乐圈 1994年,姜文筹拍阳光灿烂的日子 女友刘晓庆卖掉房子 四处筹钱帮她圆梦 宁静从上海跑到北京 去面试女主角米兰 不过没有入选 意外的是,当她出现在餐厅时 没戴眼镜的姜文 在朦胧中看到了一个性感 水灵的姑娘正是她苦苦寻找的米兰 戴上眼镜后才发现 此人正是刚刚落选的宁静 就这样,宁静成为了女主角米兰 在片场拍摄空档 22岁的宁静长与31岁的导演姜文眉来眼去 这可气坏了刘晓庆 她跑到剧组当面与宁静理论 宁静一副魂不立的样子 回敬说,男未婚女未嫁 我也喜欢她 凭什么让给你啊 想要男人,各凭本事 然而,宁静与刘晓庆都只是姜文生命中的过客 只不过一个时间长点,一个时间短点 很快,姜文就沦陷在法国美女学者桑德林的温柔相中 宁,刘二人双双出局 1996年,宁静出演《红河谷》与年轻英俊的美国演员保罗相识相恋 二人情定剧组 杀青后,保罗单膝下跪捧着一枚钻戒向宁静求婚 宁静从没想过结婚这件事 她以为自己性格太彪悍了 没人敢娶她 保罗的一片赤沉把宁静感动得热泪盈眶 她点了点头同意了 1997年初,保罗与宁静领证结婚 婚后,二人飞去美国见家长 在保罗家广阔的大农场里 保罗父母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媳妇 期间,一家人边吃边聊,非常惬意 保罗妈妈指着屋外的农场对宁静说 媳妇,我们家有5000亩地,还算富裕 你们结婚,我当然要送给你们一个礼物 你想要什么呢? 宁静想都没想直接说 我想要一套房子 公婆用诧异的眼光看着宁静 婆婆开口说 我指的是冰箱或者电视机 宁静颇为尴尬 也第一次体会到了跨国婚姻里的文化差异 婚后第二年 儿子雷娜出生,两口子照顾孩子还不到一年 就接到了片约,需要回国拍戏 临行前,宁静想把儿子托付给公婆照顾 却被婆婆一口回绝 照顾孩子是你们夫妻的责任 别想要推给我 宁静不解地问保罗 为什么妈妈连自己的孙子都不愿意带 保罗解释说 在这里,结婚成家以后就不能再麻烦父母了 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做 宁静再一次体会到了巨大的文化差异 回国后 与丈夫保罗合拍了电影《黄河绝恋》 这部戏也成了两口子的绝唱 此后他们再没合作过 而且长期两地分居 感情越来越淡 2011年 宁静承认因文化差异 已遇保罗离婚 离婚后 宁静的感情状态备受关注 他也曾大方地向外界回应 我的感情没有空窗期 如果一个人对我足够好 我可以不换人 但如果不好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此的直言不讳 敢爱敢恨 也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宁静 当然 因为这份耿直 宁静也与不少人产生过纷争 例如乐佳 刘晓庆等 宁静的这种性格 确实饱受争议 有的人就喜欢他的刚 也有人认为他太自我 不能顾及他人感受 容易得罪人 你喜欢这么刚的宁静吗 我们下期见